嗨 小姐你好 歡迎搭乘LINE TAXI LINE TAXI 2019年由LINE入主投資 成立轎車平臺上線以來 用戶數已達兩百八十萬 累積完成的行程更已超過兩千萬趟次 育榮旗下汽車金融公司育榮 十六號董事會決議以現金增資方式 交易總金額上限九點四九億元 買下金斗雲聯網科技公司 百分之五十點七的股權 他可以迅速的擁有車隊 然後甚至把他的現在的一些 這些移動服務的一些項目 例如說租車 例如說保險 也是他們自己所有的 例如說這個車輛的短租 長租的體驗 都可以瞬間的加入到這個平台裡面 育榮近年積極擴大共享車市站 在取得LINE TAXI平台 經營使用權後 有望將集團汽車價值鏈資源 整合 見指對手和泰集團 在二零二零年十一月正式推出 乘車派遣平台服務 目前用戶數約一百二十萬人 兩大汽車集團都從賣車走向汽車周邊服務 就是為了擴大市站版圖 不過小黃市場飽和也是一大隱憂 計程車就是真的太多了 過量 真的過量 不然以後結印一條一條再通 那可能載客力又下降 就是方便 有時候有些地方 不是對 太少也沒辦法 目前市佔最高的 非臺灣大車隊莫屬 全臺計程車數佔百分之二十四 等於每四臺就有一臺 今年前五個月合併營收十一點四六億元 年增百分之十三 創歷史新高 全臺小黃市場隨著育融的加入 競爭勢幣更加激烈 三夕陽 收成 怡婷台北報導